焦点视频,逆龙之缘机的时间,迎光获见到逆龙师傅 你好,多谢你又收看 师傅,今集我们继续讲2022年的榴莲运程 上一集我们讲到八字尾出世年份的人士 今集我们照顾九字尾年份出世人士 是的,我又重申一次 如果是逢九字尾出世的年 或者你本身用八字尾出你的日主 是这个多丑多貌多致多未有多何事 那一样是逢数的 即是说,如果你是2009年 或者你日署是多丑的话 第一,会有什么事呢? 首先,恭喜,如果是女命 明年会有机会有因缘度 是的,会有因缘度的 不过这个也有机会是一些暗中的情缘 可能你自己不察觉 你要多点留意一下身边的人 因为会有一个呼声出现的 是的,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就太好了 不是二流 很年轻的 十三岁 很麻烦 十三岁 为什么这样的 忍着手 这些真的很麻烦 可能到时不想让妈妈知道 是的 所以暗中的 所以自己留意一下 不说情愿了 是的 是的 好,接着呢 明年要小心一点 有一个叫劫杀 劫杀的意思是代表有些血缸 即是小心一点意外 或者是高处玩的时候要小心 怕高处会容易受伤 明年也有一个叫孤神 也是 孤神代表人的内心世界 不是很开心 其实凡是几丑日出生 或者2009年的人 多数都偏向民静一点 偏向价位不是很开朗的人 如果再加上明年的孤神 你要自己调节一下自己的身心 譬如你家里有小孩后 2009年出生 你多点留意一下他 好 接着呢 接着呢 到几卖了 1999年 1999年呢 我们就见到 他遇到一个叫亡神 容易出是非 即是很多是非的问题 甚至乎如果严重 会有机会会有官非 所以这个又要多点的注意 好了 不过出年一个天医 天医的意思是什么呢 天医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 譬如举个例 本身身体有些问题 可能会容易找到好的医生 好了 如果是平时没有什么大问题 明年是有利于学习 对于健康方面的常识 譬如说健康食品 或者是医药的东西 有利于这方面学习 或者发展 女命呢 今次应该大些了吧 这个 女命呢 都是有情缘出现 恭喜他 23岁 终于有了 23岁 有些23岁都未拍拖 有很多客人 其实二十多岁都未拍过拖 明年会有机会 会有情缘出来 好 另外来说 在这个年份 就不会说很特别 不过这样 在这里 都要交代一下 因为一说到情缘 都要小心 我怕大家没看后来 明年的情缘 很多时候是一种 游戏性质的情缘 不是那么实在 不是那么实质的 最好不要太过放上心 如果是好的 就继续发展下去 是吧 如果对方不好 或者玩玩一下 过去就算了 因为明年来说 不是一个很固定 对姻缘 不是很固定的一年 尋开心就算了 可以这么说 在一起的时候 就享受那个时刻的 开心 是吧 如果万一分开的时候 也不需要太过伤心 好 那到月治了 明年又是一个劫杀 的年了 一样是要小心血缸 和高处受伤 不要爬高爬低 那就是因为明年 还有一个叫做人治型 的 凡是这些人治型 人治生三型 这些都很容易 伤到那些手手脚的 所以这个明年又要注意 如果是女命的 如果是女命的 还是要注意 情方面 情方面 如果 既致 日出世或189年出世的人 明年有一件事 一定要请教别人的意见 千万不要自己做事一意孤行 因为很容易 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而失败 因为自己觉得以为是对的 人治愿 可能不太好 自己想得太好 就不听人的意见 就一意孤行去做的 这个就要特别多些注意 如果是男士 一样是有情愿出现 这么多情愿 这个 应该就这样说 凡是八字尾 九字尾 出世的人 或者这些日主 明年都容易有情愿 是的 这里就是这样 我就这样计的 好 1979年 好 到你了 几未日 或者 好 亡臣 劫杀 哎呀 sorry 亡臣 愿臣 加上 两个都到 所以1979年 或者是凡未日出世 明年 你预住有些叫无亡之灾 有些不关自己事 为什麽会弄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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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轻松面对 凡事就保持平静的态度去处理 如果有这些事的话 另外来说 不是说全部都差的 但是男命 一样是有情愿出现的 那女命呢 就有钱财出现的 即是正财 即是正当的收入 正当的钱 不过 明年 要注意 要注意 是非 即是 可能会被人 诬告 各样东西 再加上 元臣 我们就要两个加上 如果元臣加亡臣 这两个 我们就叫做 无亡之灾 有句说话很有趣 他说 安坐家中惹灾祸 即是很无辜 所以轻松面对就可以了 好 跟着 1969 几有年 或者几有日 出生的人 当然都是有 钱 有钱财 但是这个钱财 减分 因为他凶亡 我们叫他入了凶亡 那个力量会减半 譬如有钱来 都变成减半 即是本来赚100万 只剩50万 即是不要要求太高 如果男命就麻烦点 男命就很容易会有 即是运滞一点 健康一般的 运滞滞的 不过 不怕 因为整体都是 钱财的一年来的 全部都是钱财的一年来的 即是钱解决问题的 不是 可以赚到钱的一年来的 可以赚到钱的 但当然 这个赚到钱 每一年出生的人 多少都不同的 但起码都是有财的一年 最后就是1959 几亥年 如果这个来说 又是亡臣有是非 另外来说 人自己可能有些不开心 因为出现了个孤臣 而且来说 有因缘到 1959有因缘到 又不太好事 差不多六十岁 六十多了 这些就要特别留意 小心 除非你单身 我恭喜你了 因缘到 如果有加塞的话 这些要很小心 是 旅命来说 哎 旅命有两条数 旅命也有机会有 这个是 因缘 不过 这个异性 sorry 理论上 因缘的机会 就不高了 应该就是工作事业 在工作上面 有些表现 如果男命来说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 工作的表现 未必一定有恩缘 应该这么大年期 应该很少有恩缘 除非是 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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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这么有型 如果不是你都很难 对不对 而整体来说 如果是九字未出生的年 整体全部是怎样呢 明年是属于小空大吉 小空大吉 但是不是很踏实的一年 自己本身都希望多些 尝试些东西 多些活动 多些玩 多些去四围走 总之可能想转几份工 想转几个感情 所以明年来说 价位是变化多的一年 不要太重视 平常心就可以了 如果说健康的话 心脏 消化系统 手 还有 有些疾病 会有转移性的疾病 什么叫转移性疾病 譬如 身体某个地方是发炎的 转移性疾病 原来发炎 转移性疾病 主要是这样 大家注意一下 特别是病变病毒变种 真的害怕 是的 病毒变种也是转移性 是的 好了 下一集我们又说下一个年份 好吗 师傅 多谢 拜拜